含着金汤池出世 却没有怀着感恩的心 一心向善 反而沉迷毒品走上偏路 一名住在安邦乌鲁区 某独立市豪宅的36岁乌一男子 竟然在住家内栽种大麻 还邀请一名演员朋友 和另一名菲律宾男子 一起享受毒品派对 结果遭警方一并逮捕 吉隆坡总警长阿玛辛指出 该名富二代的拿督级父亲 是一间国际学校的经营人 父亲家财万贯 买下豪宅给孩子和家人统住 但万万没想到 儿子却沉迷毒品 警方在接获情报后 在本月24号中午展开突击行动 当场逮捕三名年龄届 于29到36岁的男子归案 为了让大麻树茂壮成长 闲犯甚至从国外购买高瓦特的电灯 利用反射板照着三颗大麻树 警方除了在屋内 起货总值两万五千令吉的大麻 还起货多把武士刀 六把气枪 警员宁光外套和蓝色警示灯 因此警方不排除 嫌犯还涉嫌冒充警员干案 不过根据初步调查显示 有一三人都没有犯罪记录 因此相信这些武器 都是嫌犯的收集品 不过警方将会进一步调查 所有嫌犯是否有涉及其他违法活动 NTV7综合报道